CASM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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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X衣服的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X衣服的Alvin 那很高興呢 今年我們來到 ERASER 2015 COMPUTEX的BOOSH這裡 那今年非常特別呢 ERASER由我們X衣服定制了幾部CASMODING 那待會由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部CASMODING之中用了哪些套件 各位可以看到目前這一部CASMODING呢 非常特別齁 這一部CASMODING呢 是由我們X衣服團隊所打造的一部CASMODING 然後今年放在ERASER COMPUTEX這邊做一個展示展覽 那主要呢是展示那個語維國際 ERASER他們最新發表的雷電記憶集 這個雷電的發亮方式是採氣體 然後打出來的燈光就像是打雷那種雷電 那這一部CASMODING呢 我們團隊是做了雙水路的循環 各位網友可以看到 在CASMODING的上半部的部分喔 它的水冷管是紅色的 那紅色的這個部分呢 它是做一個CPU的散熱 所以這一部有兩個水冷循環 一個是跑CPU 然後另外一組是跑顯卡VGA 那為什麼要做一個雙水路的循環呢 第一是這部CASMODING它的機殼非常的龐大 這是Corsair海盜船的900D的機殼 那可以為了使散熱效果能發揮到更零零盡致 所以我們X衣服團隊用了雙水路來去做一個散熱 使得顯卡跟CPU都能很有效的做一個散熱 水冷組件的地方呢 我們都是用BIG POWER超越國際的水冷接頭 然後搭配AQUA COMPUTER的散熱牌 以及像非常特殊的幫助 然後還有水箱 這水箱很特別的是 它的材質比起以往的壓克力是不一樣的 這AQUA COMPUTER它的玻璃水箱 它的材質是玻璃的非常特別喔 那在上方跟下方都有安裝一個360的後排 這可以看得到就是可能像在底下那個顯卡 水路散熱循環的一些折彎的地方呢 我們是選擇了直接做壓克力管做一體式的折彎 那在有些部分呢 在可能相同是在顯卡的地方 在綁補的進水口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手指的這個地方呢 這個轉角的地方 我們是使用BIG POWER90度的接頭來去做一個折彎 那使用接頭與壓克力管直接折彎的 有什麼不一樣呢 應該是說使用壓克力直接去做一個折彎 這樣子的水組相對是比較小 那你直接用接頭去做折彎的話呢 水組是相對會比較大 那其實視覺效果都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你今天水冷接頭搭配的多 那看起來整體看起來的整台CASMODING的感覺會比較有金屬感 在折彎的部分如果說你都是選擇一體式折彎 如果你不選擇搭配接頭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簡單 那這個部分呢 去考量到玩家 你對壓克力管折彎的功力還有技巧 因為壓克力管折彎折不好的話 其實是非常容易有那個 皺紋或者是拉平的那一種視覺 就是看起來是非常糟糕 就是比較沒有這麼美觀 現在仍然是在ERASER 以為國際Computex的攤位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身旁這台的主機其實是非常的萌 因為展場剛剛呢是非常多女性的朋友 來做一個拍攝拍照這樣子 這台機殼呢是銀廣英文的Edge Frame Mini 它非常的迷你喔 非常特別的是這個改裝的MOD呢 它是一位大陸的玩家 那它將機殼的這個骨架結構呢 送去做陽極 它的散熱呢 相同是使用water cooling 水冷散熱 那也是使用beach power 超越國際的這些水冷頭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水冷液的顏色喔 真的是非常特別喔 它水冷液的顏色是粉紅色的 因為這一部CaseModdy 它的作品的主題呢 就是設定為一個 Hello Kitty Kitty貓的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所以呢 這台的原作呢 將整台CaseModdy 不論是結構 機殼的架構 甚至是 呃 可能像是幫浦的外蓋啊 散熱器 都是選擇相近的顏色來做一個搭配 那在模組線的地方呢 也是使用了粉紅色喔 所以 非常適合女性用戶的玩家 來做這樣的一個使用喔 我身旁這部CaseModdy呢 其實我們這一次 XEF的團隊 我們將它設定的一個主題 是鋼彈的主題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水冷管的部分呢 我們是使用子銅管 然後搭配 It's Power超越國際的水冷 來去做一個組合喔 那比較特別的是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子銅管呢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這一部的主題呢 我們將它設定為鋼彈 那鋼彈呢 其實比較像是鋼鐵 比較強硬的這種風格喔 所以 在水冷管的部分呢 我們是使用 比較不一樣的子銅管 搭配鋼彈來做結合 去做一個呈現的方式 讓各位網友 會有可能 比較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因為過去以往喔 比較少在CASMODY裡面呢 有融入鋼彈這種主題喔 MUZONE TPS MUZ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